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興 宏觀經濟狀況對股市的影響很大 有一個具潛沾性的數據值得初歌關注 它就是採購經理指數,即是我們平時說的PMI 調查人員每個月會向採購經理進行問卷調查 編制成製造業PMI和服務業PMI 由於PMI集合了採購經理對市場最新情況的判斷和預測 可以比其他經濟數據更早反映經濟狀況 因此PMI教其他經濟數據更具前瞻性 另外,採購經理的工作是負責幫公司採購 生產用的設備、物料或相關服務 因此,採購經理決定擴張或收縮採購 往往反映企業未來的投資決定 令PMI數據有一定重要性 PMI的解讀是以50作為聖需分界線 當PMI高過50的時候,是行業擴張的訊號 反映採購經理對經濟和行業的展望樂觀 當PMI低過50,是行業收縮的訊號 說明經濟和行業有下限壓力 中國的PMI有兩個編制版本 分別是由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官方PMI 和由財經信息服務公司Market編制的財新PMI 兩者涵蓋的調查對象是不同的 官方PMI是以各企大中型企業為主要訪問對象 訪問超過3000間企業 而財新PMI是以中小企為主要訪問對象 但訪問的範圍較小,只有430間企業 總結而言,PMI是一個前瞻性的經濟數據 初過觀察經濟狀況的時候 可以同時留意官方PMI和非官方PMI 以掌握企業對經濟以至行業前景的看法